其实叫写Blog 在Workplace、Blogger 或者是其他平台你都可以写得到 那么要把Blog写得更加生动更加容易 我会比较推荐使用WipsBlog 大家好,我是三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我会跟你分享 5个写WipsBlog的技巧 Wips其实就是一个 就算你不会写代码 也可以让你设计出 让人惊叹的网页的一个平台 为了节省你的时间和避免混淆 我已经把Wips的官方连接 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只要点击进去 你就可以到达 等一下我们会去的页面 当你点击我放在说明文的 官方网页的连接过后 你就会到达这一个页面 同样的,如果你不是Wips的用户的话 你会需要登记 那么我们就继续 首先在左手边这边 点击Blog 中间这边就是你之前 Create好的Post 我们要加新的Post 就按右上角这个 New Post 第一个 就是如何把文字 照片 视频 声音 还有HTML 放进去Blog里面 这几个东西呢 如果设计得好 就可以让你的Blog 特别吸引人 同样的跟其他的Blog一样 你可以写Title 跟你的内容 而这一个呢 它提供的更好的方便的就是 你可以更改时间 跟作者是谁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 可以让你放上 照片 相簿 影像 音乐 GIF的图片 Divider 和HTML 所以这里我就来示范放上这些东西 这图片呢 你还可以选择大小 像是小大最大跟中等 然后你还可以填写它在左边 右边 或者是 或者是 添加一个链接 如果有人点击的话 就可以到达另外一个页面 而这个HTML 我觉得蛮实用的是 因为你还可以其他的链接 都放进来 设计完后我们就按 测试 第二 设定时间来发布 就是说你可以现在写这个Blog 可是你可以延迟发布这个Blog 如果你现在没有打算要发布这一篇文章的话 你可以先点击右边这个 Save as Draft 或者是你已经知道其实要发布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 然后选Schedule Pause 这里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时候发布 然后几点 选择好后按Done 就可以了 第三 设定Tap 这个Tap的功用呢 就可以让你的顾客 或者是来看你写Blog的人 容易找到你这一类型的文章 至于SettingTap的话 你就要点击右手边这个Tap 第四 就是用Category来分类你的文章 关于Category的话 就点击右手 这个 如果你还没创建这个Category的话 就点击New Category Category跟Tap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就以我的频道来作为例子 不用写代码的网页设计 就是一个Category 而在这个Category里面 会有几个Tap 像是Blog 商业网站 E-Commerce 等等 Category除了用来分类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使用的好处 这个好处呢 我会在下一个影片分享给你 需要记得留意我的频道 第五 就是设定如何在Google上面呈现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设定这个预览功能的话 很有可能就算你被找到 也不会被点击 我们要点写这个Advanced 这个是我们在Google上面 会呈现出来的 你想要更改的话 只要填写Meta description就可以了 填写完后按Done就行 还有一个就是Related Post 意思就是说 当人家看完这一篇过后 哪一些是你觉得人家会再继续看下去的 当然如果你没有填写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Wiz会把你自动填写 关于要如何写一个比较吸引人的Title和Discretion 这个就会在下一集的影片分享给你 当你学会这些技巧并用在你的Blog过后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Blog更容易被其他人发现到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一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和关注生号体育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让我帮你设计你的网页的话 欢迎你email 我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